大家好,这里是娱乐日榜男生版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人家伦 大家都知道呢 人家伦跟迪丽热巴的《与君初相识》 与3月17日与大家见面了 大家知道吗 与君初相识首日热度突破9300 这部剧呢 或将成为开年古装剧的爆款 你觉得呢 千呼万唤使出来呢 人家伦跟迪丽热巴的《与君初相识》 终于于2022年的3月17日与大家见面了 正式在优酷视频平台播出 首播日呢 热度突破了9300 此前新剧订单仅24小时 在线预约人数便突破了200万 而人家伦饰演的男主角常义一角呢 因为清秀可爱的外表 与至清纯的内心呢 再次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又一次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再说这部剧之前呢 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这部剧的剧情 《与君初相识》呢 简述的是 东海骄人世子常义被迫上岸 后与原本收服他的御灵师纪云河 冲破束缚 历经千难万险忠诚剑鼠 携手守护苍生的动人故事 其中 人家伦所饰演的绝美单纯少年常义 上岸后遇上了万花谷最强御灵师纪云河 两人最初因欺骗结实 相处过程中 纪云河渐渐被常义的善良纯真所打动 互生倾诉 成为了携手并肩的恋人 但来自多方势力的阻挠 让两人情路坎坷 常义也因种种谎言与他人贪念被伤的千川百口 大家都知道呢 就在3月17日呢 播出了是前四季中呢 他既是霸气出场的北原尊主 也是五缝切换的初上岸的 一切都保持单纯的乖乖鱼 每一个身份他都能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他的前两集中呢 因不敢开口说话 全部以表情眼神来演绎 常义的内心 这一轮的无台词表演 也让观众沦陷在常义单纯的眼神沙之中 而最吸引观众的是呢 还是他呢 以眼泪变珍珠的独家技能 让网友真呼申请 一户易于共同富裕 作品首播日 人家伦饰演的常义 不管从外形还是内在 都成为了暖化了观众们的心 谁不想拥有这么一条可爱的大尾巴鱼呢 目前呢 从官方的解释出的物料中呢 可以看出人家伦所饰演的常义 既可以天真不染尘埃 亦可以霸气互助苍生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场 都被人家伦演绎的极富有层次感 当前宇军出香时刚刚播出四集呢 关于人家伦常义的独家珍珠制造技能 少水洗澡法 法尔赛提等各种有趣的话题呢 层次不穷 观众对常义这一可爱善良的角色喜爱至极 其实呢 在小兵看来呢 与君出香时 这部酸酸甜甜的仙侠恋爱剧呢 在2022年的仙侠古言大盘中率先领跑 首播的四部剧中呢 常义已经让人沉醉其中 以无法自拔 接下来的剧情也一顶很有更大的看点 蹲守后面的内容 看人家伦演绎 呆萌大尾巴鱼是怎样的 素到调查的 其实呢 也有网友称呢 确实当我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呢 以前呢 是看书的 想象不到大尾巴鱼应该是怎样子的 人家伦的常义一出来 就觉得原来 常义是这样子的 那么对于人家伦试验的常义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家人们记得点赞收藏评论 告诉小朋友 下期再见了 拜拜